各位呢 你如果做好了 我們就從上面這裡 這個磁碟片把它按一下 它會自動幫你存檔 那預設呢 如果 預設它就是用日期 我們日期時間 那如果已經存暖了 有沒有發現磁碟片就消失了 表示這個檔案已經儲存OK了 但是還是要提醒大家一下 因為這個3D設計並不是自動儲存 你一定要按剛剛那個動作 它才會存下 不然的話 你關掉了 雖然它會有一個暫存 但是呢 如果你在做新的 剛剛那個就確定不見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要把它拿出來 要怎麼樣才能夠拿出來 找右上角這個九宮格 找右上角這個九宮格 你順便看一下它右手邊 現在Facebook也支援3D 你知道嗎 因為現在3D太紅了 Facebook也支援3D直接檢視 所以你看它右手邊 有支援Facebook的3D 就是這個 那我們一般還是以這裡為主 所以我就點一下九宮格 按一下 好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是我們一般最常見的 我們如果要把它變3D 最常見是STL OBJ這些都可以 好 那原則上其實這兩個 大部分我們會用在標準的3D模型裡面 這兩個 好 那列印就是以這個為主 那麼在下面這邊 FBS啊 GLB啊 這些呢 也是所謂的3D模型的格式 好3D模型的格式 那 傳到Facebook 雲端硬碟 這就看你 事實上這個 還可以跟誰整合在一起 來 你看一下這裡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看起來有點熟悉 這個放大一點之後 有看到VR 知道了齁 所以其實你如果帶上Carbon 變成VR的應用程式 模型就進去了 就可以在裡面看它 這樣子 這樣有了解 好 那你點這個 就可以在這邊按下載 但是要留意一下 我們現在是免費方案對不對 欸 要浪費你人生60秒的時間 有沒有看倒數計時了 就是免費方案的話 你按下載要60秒 要等待 好 要等待60秒 這樣了解 那第二個 你剛剛有看到我的部落格對不對 有沒有發現 我今天即使模型不出去 可不可以放在 分享在網路上 可以 一個是你直接把網址給別人 別人就進來 另外呢 在這邊你看 按一下這個slash 你看這個 這是他的檔案 欸對了 3Dslash 我看一下 好像也有單機版 也有單機版 不過好像沒什麼差別 所以就不用沒關係 我在這邊 如果你要放在網頁上 有沒有HTML 按下去 按下去 你把它按下去 然後呢 share 你就把它分享出來 這裡面 不過這個 他是用所謂的iFriend的語法 這裡 有沒有看到你叫iFriend 就是像我們一般YouTube 然後Google地圖 不是都被砍入在網頁的其中一塊嗎 那種叫iFriend語法 叫iFriend語法 所以就可以像這樣 那其實呢 如果假設 你只要分享給別人 你不要那個也沒關係 你就 這個 你只要進到剛剛這邊來 上面這裡按一下 把這網址複製起來就好 別人就可以進到你的模型 就是上面的 我們剛剛不是進那個九宮格嗎 對不對 你只要進來把這個複製起來 你看我用另外一個瀏覽器開給你看 好 我進到這邊 貼上去 貼進來 我們來看看你的模型會不會跑出來 因為現在是不同帳號 我一個歡迎畫面關掉 有沒有進來了 所以你跟別人分享 假設你不是放到網頁裡面 你可以直接把那個網址複製起來 就是你現在在用的那個網址複製起來就好 別人是不是就看到了 別人是不是就看到了 就看到你的模型了 這樣了解 好 我剛剛那個iFern 是因為我要放在我的部落格裡面 所以有用那個魚把 那放在部落格那一種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進來之後會自動旋轉 有沒有發現你我剛進去的時候它是自動旋轉 那你可以跟它做互動也可以 所以如果你是用這種方式分享的 它就比較單純 就是只有 進到它的就是編輯的介面 它不會自動旋轉 給你看你要自己手動去轉 插在這邊 好 那剛剛呢 那如果你已經按下那個STL這個 按下download 如果你超過時間 那就只好再浪費人生60秒 這樣了解了 所以應該還好啦 反正那60秒你自己等一下 就這裡就可以按download 就可以下載STL檔案進來 這樣OK嗎 OK 好